- 嗨 大家这个月过得怎么样?看到vlog应该知道快要月底了吧?四月是不是过得超快? 我刚从外面回来先赶紧卸个妆哇 这个大油脸呢我用的这个卸妆又叫主本并就这个它绒妆还挺快的因为我是那种T恤很油然后两边很干的肤质就如果下巴不卸干净的话它就会大爆豆所以我喜欢用油卸觉得卸的比较干净先来两三蹦我喜欢按超多接下来有请你们的美妆Q上线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轻柔上脸按摩的动作 它这个绒妆超级快就是我一上去它基本就已经绒妆了轻轻一擦就下来它绒妆超快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按摩的动作和乳化的动作然后加点水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刚开始用的时候你要干手干脸然后乳化的时候你就沾一点点水就好了然后你看这样子很快就发白了 我超喜欢它这个柑橘的香味因为我觉得这个香味超新鲜它里面还有那种茶叶的添加成分所以就是那种很自然的味道两次乳化之后呢就可以准备冲洗了卸完了好爽感觉整个皮肤负担都变小了今天要去基站的一个冬动今天是423读书节所以来上海的大学路逛逛 听说B站在这边做了本超大的装置书还有很多有趣的展览远远远就能看到B站这本厚厚的书我身后就是他们的主装置然后呢再往后面这边就是大学路啦 很后面这边写的字里有个巨大的一个书架啊上面有哪些书是你们看过的啊来来来兄弟啊瓦尔登湖这些都是老朋友了百年孤独天哪天天被退缴的想看那本书名字打在弹幕上然后再看一下这边还是百年孤独哎百年孤独在B站真的是火呀那是一个超级可爱的小书在这里 唐达这这么小一本哎这本好像是跟AI有关的哇进来看 超级小好可爱这本旅行书看得出很特别 看看他里面写的是什么是这样子啊烜云流浪周图 拿到了他的这一个导览我跟着导览然后就要走下一步地方了请大家看一下打开导览里面是这样子的 它的红色的地方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大型的红色装置书 接着呢我就是要沿着这个路一直走来到大雪州的集市 和它路上的一些小打卡的地方 然后去看看有什么可爱的小风景 走你 大家平时在B站看视频的时候就像在旁图书馆一样 因为B站有很多优质的up 对就像你们看到的这个 现在看一下大雪州的街景有很多餐厅 找到一块 每一个学习的人都是一个在up的猪 说得好 我就在后面发现了一个这个好吃到你想偷随这里的菜 它下面有个二维码 然后是绵羊料理的 我扫了一下就可以出来绵羊料理的视频 发现目标 欢迎浩雪的泥巴 看全部都 大雪鹿这条 哇餐厅很多很漂亮的呢 所以夏天在旁边喝小酒应该还不错 我发现一个这个 这个也很好看 去看看它里面的 B站送出了十本书给有求之欲的 你看 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装置 它的意思应该就是 这个B站所有的这个知识视频啊 然后变成了十种视频系列 一项书的形式来给大家展现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比如说时尚类的知识 时尚类的知识视频变成一本像时尚的书的这种感觉 好厉害 哇好大 好坐坐看 这个是可以做的吗 请问 这本书 欢迎大家来B站看书 Darling you send me I know you send me 哇塞 好热到那集市啊 Darling you send me I let's do do I let's you do I let's you do Woo You 有很多书味 这个骑士好好玩啊 就是有各种卖书的然后杂货呀 然后还有什么盆景啊 晚上估计还可以听唱歌 这个是要怎么领的 就是B站的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很好看的 输出架的打开 It's lasted so long Now I find myself a morning To marry you And take you home Good morning 最近有认真在护肤 感觉皮肤状态 上面还可以 但是下面因为 胜利期所以抱了个痘啊 我之前胜利期就是狂抱痘的那种 但是我这半年都是有认真在护肤 所以现在胜利期基本不抱 或者就是抱那么一两颗 我觉得 嗯 还算是小有成效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四月收到哪些新书 好 谢谢这个我等了很久的马瑞芳品读的聊斋之一 哇 这个套装真的超精美 我迫不及待要拆它 就是我不是比较少读中国古典文学嘛 所以就一直觉得我读的太偏了 所以想好好补一补就是古典文学这一块 所以这一套书我期待好久了 看一下 哇哦 它分为人卷 神卷 妖卷 狐卷 还有鬼卷 它整个封面非常精美 你们可以看到那种细腻的纹路吗 这一共有五百多篇故事嘛 都是文言文组成的 然后篇幅呢就是有长有短 有的那就是一句话 有的那就是有几千个字 这个就是马瑞芳老师根据他这个聊斋致意的原文 然后呢精选了里面比较有名的一些故事 把它用大白话给我们表述出来 然后还会有很多的引经据点 把原文都引在里边 包括还有很多精美的一些插图 对于我这种文言文不是特别好 但是又想知道一下古典文学的人来说 如获至宝 这一套接下来有的看啦 好换下一套 接下来这一套 厉害了 聚重无比 之前就是我们讲过的飘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美国经典的名著 它整个一套是根据飘的书系来展开的 然后首先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飘的这两本的原著 Oh my god 这个声音也太悦耳了吧 这个大拆特拆 飘的作者呢就是玛格丽特米奇尔 他写的这个故事呢就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可以说是个爱情故事 但也可以说是based在这个战争上的一个人物的成长故事 就是她的女主角斯嘉丽这个形象 不是在很多女生的行李都非常特别 那个白夜行李面 雪碎崇拜的不就是gone with wind 就这个飘里吗 女主人公 斯嘉丽嘛 开篇有个很长的剧 然后呢是有一个人物介绍 这本书一共是有63张 非常厚哦 哇塞 然后呢接下来是根据飘他里面的角色 衍生看来的其他书系 这本是瑞特 就是男主角 有的版本瑞特这个角色被翻成那个白瑞德 哇这个深蓝色很美 这本是讲瑞特在飘故事之外 他的一个成长经历和冒险经历 接着呢这两本是斯嘉丽的上下册 就专门讲斯嘉丽他单独的故事 飘的故事结尾 不是Tomorrow is another day吗 就是他从塔拉中原开始 离开了塔拉中原 最后又回到了塔拉中原之后 明天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心爱的人都离他而去了 在那个moment他说了一句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在一个我们看似非常绝望的时候 说了一句明天是新的一天 那新的一天之后 斯嘉丽会怎么去做 都在这样的里面 好期待读一读哦 最后一本这个叫做路斯的旅途 这本讲的是女主角斯嘉丽 他们的祖辈的故事 这颜色也非常有质感 这个飘袭的一共是六本 喜欢看明著的 或者说想收集飘袭类的 我觉得可以冲一下 OK我们继续 接下来要拆的这个呢 是中图网给我的一个图书盲盒 我从来没有拆过图书盲盒耶 好奇一下这个盲盒里面会是什么 好 让我们试试 什么是在里面 呜 这什么啊 海明威肖像环保袋 吓我一跳 我以为这是什么 内裤袜子之类的 环保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海明威肖像在上面的环保袋 是什么样子 怎么拆啊 为什么要把海明威肖像在袋子上啊 为什么要把海明威肖像在袋子上啊 oh my god what the hell is this 有没有意思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这个真的很惊悚耶 这个谁想出来的啊 谁要把海明威背在身上 哦 真真真 我不理解 你们喜欢吗 喜欢扣衣 好 下一个 哦 这个杯子还不错耶 放心喝茶 睡觉大吉 鲁迅 这话真是鲁迅说的吗 欺负我没文化吧 那这杯子还很可爱 你看 可以 好 接下来是两本正常的书 仙道仙德 死鸡分金 纸巾分金 我有在爱死鸡分金 肖顺客的旧书 我不知道这个有点年代改了 让你们有听过 这两个都 我很喜欢 我早年就是喜欢的就是欧美的 当代的就是写悬疑推理的 也就是十几分金 但 现在去超市买点 恭喜 还有明天的早餐 顺便再买个巴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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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